30个省份的农业户口将被取消,农民朋友们务必要办好这三个证。 2018年,全国30个省市的农业户口将被取消,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城镇户口,将被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。 那么在农业户口取消之前,农民朋友们一定要办理好下面这三个证件。 第一个,土地承包经营权证,虽然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分成了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,但是只要你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,就算土地被征收,你也可以顺利的拿到土地补偿金。 第二个,宅基地证书,宅基地证书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样重要,在土地券权登记的过程中,宅基地的证书发放工作也正在进行中, 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拿到宅基地证书,这样的话在以后拆迁补偿的时候也能维护到属于自己的权益。 第三个,农者非后,户口重新迁回农村。 以前有很多的农业户口的人在进入城市之后,把户口也改成了城镇户口, 而现在呢,土地确权之后,农业户口也越来越吃香了。 所以啊,如果这些朋友想要把户口重新迁回的话呢,就是要在2018年年底之前办好。 否则呢,以后想要迁回就几乎不可能了。 为了自己的利益啊,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办理好这些证书, 以后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经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